此事不難缺憶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長久 中秋前戲獻唱但願人長久 小哥費玉琴到大陸參加音樂節目 但這時的他牙梗不知道 再也無法和父親團圓了 我一直沒有跟費玉琴講 小哥是我爸爸住院的時候 他每天都到病塌上來 探望我父親 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遺憾 費玉琴被哥哥張飛滿在鼓裡 直到節目錄完 才知道父親死訊匆忙回台 長達48小時沒合眼 緊接著又掉點滴上宮 整個人憔悴爆壽 錄影畫面曝光 只見小哥身穿白色西裝 四肢明顯消瘦 臉頰也不如過去圓潤 從側面看更明顯 整個下巴線條都出來了 光是和一週前相比 就瘦了一大圈 更別提先前錄影時健康模樣 讓張飛很不捨 我們家裡的人看到費玉琴 非常明顯的銷售了很多 做藝人的這個本分 他的責任 值得我們這些兄長 來做一些借鏡 連當哥哥的張飛 都忍不住大讚 費玉琴是藝人榜樣 因為張爸爸的醫院 就是要求他們堅守工作崗位 才讓小哥先是被蠻富桑 再錯過父親家紀 強忍淚水 強言歡笑 只為帶給觀眾快樂 記者程序李淳臺報導